最后把你榨干之后呢 他就糟了 他就跑路去 这明摆着就是我们台湾美南语俗艳所说的 请鬼拿药单 难道各位还不清醒吗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最近我们看到有几则都是和美国有关的新闻 首先就是台湾媒体热议的叫做美国AIT 也就是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它在台北的办事处现在说还要扩建 那么你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过去它的台北办事处是在师大附中的对面 也就是在台北市一个车水马龙 其实马路不是很宽的一个地方 那当时只有2.65公顷的用地 后来AIT就说这样不够大了 要扩建了 于是就和台湾当局协商当时是陈水扁执政 那么就要到了一块 在台北的内湖 就是偏向山区的一大块的地方 是占地6.5公顷 那么还和当时台湾当局由陈水扁执政代表 和美国签了个叫做99年的租约 大家一听马上联想到啊这个过去德国租界焦州湾 英国强迫清政府出界新界不都是99年吗 所以这99年呢就完全真的是很像是我们讲的丧权入国啊 出卖自己的土地给洋人的这个租界啊 那么呢现在啊这个也租了啊 那美国呢后来这个AIT也真的就入住了这个新的地方 6.5公顷 结果现在说啊这个6.5公顷的AIT新纸 AIT还不满意 美国还不满意 说还要再扩建 还要再租旁边学校的用地 所以引发了当地内湖居民愤怒反对 台北市寸土寸金 有这么多公有的土地 那么拿来盖社会住宅了 公共住宅了 照顾年轻人 照顾买不起房的 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要拿来给美国人用呢 但是啊比起啊这个美国人现在呢 还不满足 还要扩建AIT来说 其实更可怕的新闻呢是联合报啊这个爆料 说啊美国要在台湾呢搞生化武器啊 那么这个呢要在台湾岛内秘密搞所谓生化研发的武器基地的计划呢是曝光了 那联合报呢他爆料说美国施压要台湾民进党当局蔡英文当局全力配合 结果呢民进党当局啊现在恐吓了 说哎你这是假讯息哦 我们要办你哦 结果联合报拿出证据啊 这个联合报呢独家掌握说苏贞窗在担任了台当局这个叫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呢 确实找来了各部门来讨论而且当面交代说这个呢是蔡英文非常关切的是美国要求包括呢要研发无人机 包括就是要研发这个生化武器 那么这一份会计记录现在联合报把他抖出来了所以有时间有地点也有呢参与会议的各个部门的代表名单 所以看起来呢不像是呢凭空捏造 那么其实啊早在去年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俄军到乌克兰战场上啊就发现了哎 怎么乌克兰呢有这么多的生化武器的基地有些秘密文件呢都被搜到了 那么这些文件当中啊显示啊哎包括呢什么老鼠了蝙蝠了都拿下去做实验 那么犹如啊是我们说哎呦好像那个什么南洋啊这个斜将啊下降头啊 或者过去我们说啊什么苗寨有些神秘的巫术在下鼓一样啊 并且我们知道这当中呢疑似还有拜登的儿子参与其中 那么拜登一直他的儿子和乌克兰当地的这个高层呢都是被很多人说勾结甚深 那么甚至呢大家也怀疑说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就和这些生化实验有关 所以我们说啊美国过去呢把乌克兰当做了他们拿来下鼓发展这些毒的毒窟 现在呢还要继续毒化乌克兰 那就是最新我们看到拜登他有批准要再给乌克兰所谓的一批军火支援 但是这一回呢要支援的武器叫做极数炸弹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极数炸弹呢非同小可啊 他又被称为叫做子母弹 也就是呢他既有母弹在爆炸之后呢里头会有很多很多个子弹 那么说爆炸这个范围呢可以爆炸到啊一个足球场这么大 那么呢这个子弹呢有一些可能当下呢没有引爆成功 它就会变成哑弹 然后呢也许过了数年过了数十年还会再突然爆炸 所以对于呢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当地的人民可以说呢是获延好几代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啊这个美国还要提供这个极数炸弹去给乌克兰 继续的毒害乌克兰 所以呢回过头来看台湾 不要以为好像所谓的乌克兰离我们很远 因为乌克兰下一个就是台湾 你看美国现在对台湾所做的 也开始要台湾发展什么生化啊这个武器 包括呢前一阵子已经是正式的交易了这个所谓火山布雷系统 要在台湾岛呢去布地雷你说这个不都是现在美国对乌克兰所做的事吗 那么最后美国在后头也没有实际派军去参与战争 那么就是不断的提供这些有的没的武器啊 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那就是呢台独虽然宣传 说哎呀那乌克兰也撑了很久啊超过一年多啊 所以好像对台湾来说是个正面的典范 蔡英文还说我们要向乌克兰学习 但是怎么不提乌克兰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甚至啊现在拜登要搞到给乌克兰这个极数弹 这个在全世界啊至少有123个国家都参与反极数弹的这个公约联署 那么现在联合国秘书长也都跳出来反对拜登 那么说这个呢是高度有人道疑虑的 那为什么拜登要搞到提供极数弹给乌克兰呢 原来啊就是因为美国的弹药啊也吃紧了 这个呢许多正规的弹药啊现在的都不足了 所以呢只好拿出这种啊拜登自己说到 他说哎现在因为弹药吃紧呢 只能先拿这个极数弹呢应应急 先拖过这段时间再说 那么乌克兰好歹他还是啊 我们说他还是北约是美国的盟友 现在呢都到了这个田地啊 事实上拜登他已经沦落到说呢 还要拿极数弹给乌克兰 就表示乌克兰呢距离要被美国抛弃也差不多了 这个就跟过去尼克松 他在这个抛弃啊南越之前 也是呢还有一批给南越的所谓火力的提供 军火的提供啊 但是后头迎来的呢就是呢 越战要越南化 你们自己去应付吧 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已经开始呢 在预作准备为乌克兰啊 对美国的损耗划下停损点 那么如果今天真的台湾搞到也成为战场 遭遇只会比乌克兰更惨 包括台湾实际上并没有拥有乌克兰那样广大的战略腹地 所以我们要问 我们真的要让台湾到处都是所谓的生化武器 都是火山地雷吗 一旦搞到台海开战 美国要你们自己要去防卫要去打战场是在台湾 最后这些生化武器这些地雷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 还要影响台湾长达几十年 我们原本好好的美丽宝岛 就要变成到处可能有生化武器 有地雷的风险 就像过去我们看到 在金门战场上啊 这个地雷当初国民党埋了很多 后来金门开始呢 这个非战化了 但是为了除掉这些地雷都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那么我们再看呢 越南战场所谓的越战 到现在呢造成越南当地的这种地雷 仍然不能说完全清除 还是存在着许多风险 所以啊 从美国人的战略来说 他其实就是想要利用台湾去消耗中国大陆 对他来讲 台湾最后可能还是会被统一 他无所谓 但是还要制造统一过程当中的各种代价 包括两岸中国人对立的仇恨 而不管怎么样说 台湾都是首当其冲 今天你以为美国来保护你 实际上呢 他反而只是把这个局搞得更乱 刺激更多的紧张对立 最后把你榨干之后呢 他就糟了 他就跑路去 这明摆着就是我们台湾美南语俗艳所说的 吃贵拿药丹 请鬼拿药丹 难道各位还不清醒吗